在不敌輿論的壓力下,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終於屈服, 將原來打算注資入強徵金戶口的6000元, 改為直接派給所有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, 並且退稅最多6000元。 有錢派大家當然開心,也能解決別人的嫌微之急, 不過取消注資強徵金是一個短時的做法, 隨著人口老化而物價指數老人生活水平又越來越高, 加上實行11年的強徵金計劃, 由於每月的公款額不多,行政費偏高, 根本難以應付一般市民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開支。 如果政府現在不開支政事有關的問題, 大家不斷把波傳給下一任政府, 即是希望在任時能夠平安度過, 將來我們必然要面對不少退休人士老而無依, 或生活艱苦的社會現實。 其實財爺願意退稅, 本來已經可以回應不少市民認為, 政府有豐厚盈餘時應該橫負於民的訴求, 以及舒緩了中產的怨氣, 而將注資強徵金改為派錢, 只是為了避免市民大眾大規模上街抗議, 造成管治危機。 這是一個短視政府為了回應輿論壓力的短視行為。 其實大家都明白, 短時間內要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很困難, 而更快的方法就是盡快實行強積金自由行, 盡快降低強積金管理費, 以免市民大眾的血汗錢繼續被大財團蠶食。 另外,如果政府能承諾每當有財政盈餘時, 都將一部分撥鑿注資強積金, 經過十年二十年的累積, 一定有助解決人口老化, 而退休保障不足眾所周知的長遠困境。 我們需要的是有遠見的政府, 而市民大眾也需要為自己未來的退休生活作好準備。 特首財政權因為被示威者推撞, 混亂中心口重招需要急症失驗槍。 支持示威者的人當然認為, 是由於政府施政不得民心, 因此引起市民的抗爭舊由自取。 另一邊商越來越多的議會暴力, 以及以街頭之底衝撞去表達訴求文化, 亦令不少人感到憂慮。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以文明理性、自由民主的方法解決矛盾的社會, 我們一定需要用文明理性的方法來爭取我們的訴求, 將暴力合理化只會帶來更多的暴力, 也令下一代仍以為只要聲大甲惡才能表達自己的訴求, 以及只要對方有問題, 自己一切的出位行為自然沒有問題。 當請願抗議的肢體衝突不斷升級, 政府官員出席公眾場合不斷受到滋擾, 在短時間內或引起傳媒注意, 但見怪不怪, 媒體的報導慢慢自然會減少, 除非大家將行動升級, 不過這樣做, 發展外遲早會讓出更大的衝突, 甚至會有傷亡。 結果反而令政府官員有大條道理, 聲稱為免引起混亂, 而不再直接與市民溝通, 或出席一些公眾場合時, 有大條道理要如臨大敵, 將所有請願人士和官員隔離, 因為一些人要成為傳媒的焦點, 但會令其他人無法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訴求。 這是一個請願的霸權行為, 也間接壟斷請願的機會, 令一些不喜歡甚至害怕捲入混亂場面, 希望透過和平請願表達訴求的市民, 不敢再參與任何請願行動。